回到那個前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前面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自己輸入公式嘛 可是現在我希望可以把它改一下 所以我這邊是用再把它複製一個的方式 把其他東西都刪掉 只有留下第一天就好了 也就是說又回到上個禮拜的剛開始 不過剛開始我們是下那個公式有沒有 那現在的話不是,我們現在是要寫VBA 所以我們現在的需求是 把之前的那個公式輸入之後拖拉 把它改成用VBA,把它寫到這邊 那比較特別的是因為現在是橫向的 所以你寫的方向,特別重要 我自己個人習慣,如果是橫向的話 那我會把它用什麼 Fortree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est 之前的話呢,特別重要 如果是由上往下的話呢 那我習慣用Fortree 那如果橫向的話,那我習慣用J啦 反正這是個人習慣問題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以把I跟J顛倒 可以啦,但只是說我是看不習慣啦 所以我每個人都個人習慣 所以喔,我有看過別人寫程式剛好邏輯跟我顛倒 他的J1是指的是烈 I是指的是懶 那我看了真的很痛苦 我剛才後來乾脆有拿 我改成我習慣的寫法,一看就很順 但是寫成別人的寫法,我就是覺得很不順 所以沒有關係,假如說你看我的程式 你看得不順,沒關係你改成你比較順的方法都可以喔 程式其實說真的啦,每個人都可以寫出自己要的樣子啦 這個其實也是最麻煩的地方 也就是說其實程式可以不需要有標準答案這東西啦 不過這也是最麻煩,因為沒有標準答案 那所以很多人學程式會覺得 哇,虛無縹渺,為什麼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 講的也都不一樣 那當然主要就是說每個人有點怎麼講 思考的方向邏輯不同,應該寫出來也不一樣 所以你慢慢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最好就是說你剛開始可以模仿 但是之後的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寫寫看 這一點很重要,沒關係你試 試錯了也沒關係,有問題也沒關係啦 就怕說你完全不試 那你功力就不會增加 所以什麼時候就是程式功力會突飛猛進 就是你不斷去試 試了之後你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很多同學常常會問說 老師那個得到什麼東西,那個得到什麼 我說你試了就知道了嘛 你一定說沒打程式,你又一直問那麼多 倒不如你打一下你就知道了,OK齁 那只是說呢,基本規則大概都...規則不變啦 但是有些東西可以變喔 好,那所以再來的話輸出什麼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裡,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喔,這個範圍指的是哪裡呢? 這個範圍指的是... 所以喔,你可以這個範圍 範圍寫在前面,JELS 然後呢,第幾列 所以喔,他一定是先列 一定是第二列,所以輸入2 逗點,那這個範圍是哪一籃呢? 那基本上它是2到12嘛 所以2到12剛好就J嘛 所以你就把J打在這裡 意思就是說喔,2到12,那先2再到12 裡面等於什麼呢? 那你就先打兩個雙號 那當然呢,也是一樣啦 你可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公式丟進來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的話,當然你就是寫VBA 純VBA,不是丟公式的 不過純VBA這個就困難了 那沒關係,我們先把丟公式這一部分解決 那公式我前面講過 你就把之前寫過的 我切到前面這邊有了 所以拿這個來複製 那複製完取消之後再切回去到這個工作表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公式裡面 那這樣的話呢,你會發現 如果現在執行OK呢? 你會發現執行是OK的 但是你會發現每個都丟什麼? 丟A2 有沒有? 那當然是可以丟啦 可是問題出來全部都2月1號 不對啊 那我是希望喔 如果第一次丟的話 它是A2 第二次是丟 這邊應該改成B 再來就是C 一直到K 那可是問題這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個當然以下的方法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如果你要更好的方法 歡迎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那後來想個方法 因為 畢竟喔 我們要輸出的話 就是跟著 你可以拿J來當成是 變化的那個變數 那 可是問題呢 它變化的是什麼? 變化的是哪個字啊? 所以喔 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在上面增加一個變數 就是一個文字變數 COL 假設這個名稱好了 叫COL 等於什麼呢? A 我打個兩個 A B C D E FG H I J K 到K A 那你想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前面多兩個A 呢? 不是一個A就好了 其實跟各位講喔 因為J等於2嘛 J等於2的話呢 那理論上 它會先從 如果你假設啦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就直接抓第二個字了 就B了 可是我要的第一個字是A 所以喔 我就乾脆想一個方法 前面補一個東西 但是前面你不補A沒關係啦 你補其他的字都可以啦 只是我想不到其他的字 我就打個A就好了 那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今天第一次 要抓的是第二個字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喔 這邊剛好是 欸 欸 有沒有到L 打一下沒關係 反正多大幾個字沒有 那我們就是2到12嘛 所以你會發現位置剛好 這個是第二個字 再來就是第三個字 一直到這邊的話 應該是第10 應該這個應該是 如果這個是 第二個字 這個應該K 就等於第12個字 OK 那其實就不用L啦 OK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第二到第12個字 那我們其實喔 如果要把這個裡面的哪一個字 放在這裡的話 那其實我想一個方法 就是喔 這邊的話 比較麻煩 啊 乾脆我另外再寫 所以我另外再寫 假設我今天要取那個字的話 那如果那個字叫S好了 S等於那個 那個字的話 我用MID MID去切 切割的話還記得嗎 你的字是哪一個字 我那個字是COL 對 豆點 然後它從哪個字開始啊 那我直接把J放進來比較好 也就是J 它如果是2的話 那就取得哪一個 取得A嘛 如果它等於3那就取得B嘛 那要幾個字 豆點 要一個字 所以呢 這個S裡面的話 實際上放的就是 第一次是A 第二次是B 最後一個是K 那最後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有個辦法 就是再把這個S怎麼樣 對 放到這裡來比較好 放的方法跟那個放I一樣 有沒有 雙引號兩個 記得喔 先把A選起來 然後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S 之前是放I啦 不過現在是放S 差別在這裡 然後你就把它控格控開來 這樣就OK了 不過我雲端上面是直接把這個 放到這裡來 因為我想一想 好像 這樣應該比較看得懂 我常常 我講 剛剛那個方法 就直接把這個放到這裡 很多同學每次都頭很痛 老師 你這個怎麼會突然放這個東西 跟之前不一樣 好 那乾脆我把它改成那個版本 這個版本應該比較看得懂 但我自己習慣 我會用剛剛我講的那個版本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執行的話 OK 按F8好了 我們不要一下全部執行 那你會發現 Column這個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串字 然後用MID去切哪一個字 所以S呢 理論上切 J因為等於2 所以切到的字就是A 然後把A帶到這裡 跟2串 串在一起的話 它就變A2了 所以輸出 這個應該是沒有 我把這個先刪掉了 2月這邊先刪掉 然後再切回來這邊 好 那你會發現輸出到 第二列的J 就是這個 應該是2月1號沒錯 那NAS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J變成3了 所以它會取的應該是 S裡面應該取的是B 有沒有 然後再把B串進來 再丟到3月裡面去 有沒有 3月1號了 所以同樣的一次類推 全部把它執行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吧 所以我把它Update一下 OK 所以這兩行 本來我的寫法 好像是寫 原來的寫法 是寫成 這樣子 有沒有 所以我把這一行 這個乾脆把它放 放這樣子 然後這個這一行的話 我乾脆前面再加一個單 也就是註解一下 如果假設你以後熟悉的話 你不妨可以寫成下面這個寫法 這個寫法的話是 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可以寫這樣的寫法 OK 那給各位參考 這個在第15頁的地方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